原本这根本不关他宁王府的事情 他们府上要娶的也是苏家的大姑娘 这个二姑娘德行如何 跟他们宁王府实在没有半点瓜葛 可今日苏云锦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耻 为了抢自己姐姐的未婚夫 还真是用尽了心思和手段 宁王爷越想越愤怒 对宁义拱了拱手 陛下老臣觉得这件事另有蹊跷 求陛下彻查 宁义微微沉默 他瞧见苏云锦丝毫没有要穿上外衣的模样 毛子深处一闪过一丝鄙夷来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苏云锦 既然他不要脸 那么他也就不需要给这个苏云锦留言面了 听着紧闭的大门外阵阵的细语声 宁义吩咐门口的侍卫 放各位公子小姐们进来瞧瞧 各位都能做个人证 也瞧瞧今儿个的事情究竟是谁的责任来 室卫们当然不敢违抗宁义的意思 连忙开了门放人进去 只是屋子太小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去 宁义也发现了这一点 就到 三品官员的子女夫人们都进来瞧瞧 外面的人也没有意义 身份不够的话 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身处政权悬窝里的人都知道 今天的事情看着是一件小的 不能再小的事情了 可背后的种种 就实在令人深思了 一个宁王府 一个太夫府 一个皇帝 一个太后 这屋里的人没有他们能得罪起的 因此还是在外面听听也就罢了 得了宁义吩咐的人一下子都涌进了屋子 只是毕竟屋子太小 而且男女皆有 因此女眷们都自觉地进了屏风之后 阻挡住一众男子们的眼神 他们进来也不过是坐个旁听的 没有需要他们开口的地方 三品官的子女们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了 众人一进屋 就显得屋子越发地小了起来 楚离戴着面具 行在最前面 乔剑跪在宁一脚下 指着中医的苏云锦 他眸子微微一闪 呵呵一笑 哼 这不是苏家的二小姐吗 你孩子家家的 不是应当好好的待在后院吗 怎么会出现在前院里 还真是稀奇啊 他一语点中重点 众人恍然大悟 没错 今天宁王妃寿宴 可是宾客们 却是分开接待的 女子们由后院接待 男子们则是由前院招待 这样的规矩 早就是不成文的规定了 就是因为人太多 所以一般这样混乱的时候 作为主家 都是十分重视的 怕一些纹固子弟们 吓着了众位小姐们 所以后院和前院处的垂花门那里 肯定有人牢牢地看守 怎么会轻易地 让一个女子跑进了前院里 还有 苏云锦就是年纪小 也不可能不知道 女子这个时候 不该去前院的道理 可她偏偏就来了 这其中的深意 还真是令人深思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一个女子跑到了前院里 还只穿着中衣被人瞧见 谁敢说这个女子不是故意的 想起先前太夫夫人过世的时候 这个苏家的二姑娘所作所为 众人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看来这个苏家的二姑娘 为了捆住宁世子 还真真是不折手段吗 当即众人瞧着苏云锦的目光 就变得机翘起来 初离看了看脸色微变的众人 又呵呵一笑 黄金面具下瞧不清容颜 却能瞧见她一双眼睛 异样的冰冷 她嘖嘖有声 推着轮椅转着圈 打亮着苏云锦 不假思索地嘲笑道 哎呀呀 二姑娘看上去年纪不大吧 顶多十二三岁 没想到竟然懂事这般早了 想加入宁王府 也不用用这样的法子吧 听说二姑娘是太夫大人 刚刚去世的夫人一手带大的 本世子还真是好奇得很 那个刘氏到底是怎么教导敌女的 竟然这样不知廉耻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这件事如果让二姑娘的生母知道 恐怕气得直接从棺材里跳出来吧 苏木锦诧异地看着处理 今天的处理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又不一样 处理给他的感觉深沉得不可捉摸 可是现在眼前的处理给人的感觉 却不是如此 有点幸灾乐祸 有点挑事 还有点纹固的感觉 他心中浮起异样的感触 难不成处理在人前一直都是这样伪装的 他仔细想了想 京城中关于处理世子的传闻 好像的确是顽固不堪 性情不定 只是他见了处理之后 只当是那些人在胡言乱语 早就把处理深沉的形象扎根在心底了 没想到却瞧见了处理的这一面 他忽然想起第一次瞧见处理的时候 在念慈寺的后山上 他一瞬间变化几次的气质 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几分猜测 刚这样一想 却瞧见处理的毛子 壮若无意地往他的方向看过来 两人视线相撞 他微微一愣 就瞧见处理幽深有神的毛子里 仿佛瞬间闪过一道柔和的光芒 他一睁 再仔细去看 却见他已经笑呵呵地转过了头 苏云锦被处理这一方画机的脸色骤变 他抬头怒视处理 楚世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 二姑娘难道听不懂 非要让本世子再给你解释一遍 本世子再说一遍当然没关系 就怕二姑娘听了羞愧而死啊 说起来我也是头一次瞧见二姑娘这样没脸没皮的女子啊 一般的女儿家被人瞧见了身子 不是应该以死明制吗 那为什么二姑娘不撞墙死掉呢 这样也能保住你们苏家的颜面呢 也能证明二姑娘的清白对不对 触离弯腰 乐呵呵地看着苏云锦 眼底却没有笑意 他瞧了瞧 稍稍有些空旷的屋子 仿佛一瞬间明白了苏云锦的想法 是墙壁离二姑娘太远了是不是 早点说嘛 我们不撞墙了 你们女人家不是最擅长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什么 没有绳子 早说嘛 本世子这么乐于助人肯定会给你准备妥当的呀 说着楚离的毛子转了一圈 落在苏云锦手上挽着的白色软锣青纱上 他单手凌空一抓 那软纱就被吸附到楚离的手里 楚离仿佛压根就没有看到面色铁青的苏云锦 把手中的青纱丢到苏云锦的跟前 一副我知道我很好 你不用感谢我的样子 屋子里原本还有些紧绷的气氛 因为楚离这一脚合 倒显得轻快起来 众人同情地瞧了一眼地上跪着的 脸色憋得通红的苏云锦 心道 就这点道行还敢跟京城鼎鼎大名的 纨绔子弟斗嘴 简直就是自不量力呀 好了 上吊的东西也给你找来了 二姑娘赶紧上吊吧 如果怕青纱够不到粮上的话 本世子可以帮你 给你效劳的 苏云锦死死地咬住牙关 强忍住扑上去 给楚离一巴掌的冲动 他没有理会楚离的挑衅 跪在宁翼的脚边 哭诉道 陛下 臣女蒙受不败之愿 求陛下给臣女做主 否则臣女就是死 也不会瞑目的 只说让陛下做主 却不说旁的 众人哪个不是人精 都听出了苏云锦话里的言外之意 看来这个苏家的二姑娘果然 如传言的那般 对宁世子早就有情 所以才会故意制造出这么一件事情来 真真是丢弃了太夫府的脸面 不过宁世子的确一表人才 一表堂堂 也难怪这女子 用这样下三滥的法子 也要嫁给宁世子了 宁翼乔楚离发挥完了 才淡淡的开口 楚世子口下留情 楚离摊摊手 既然陛下都让臣闭嘴 那臣就不说了 太后眼神微微闪烁 这还有什么好查的 事情的真相已经明了 陛下还是早些下结论吧 一个是太夫府 一个宁王府 哪家的颜面也不能丢 母后的意思是 依哀家看 宁王府和太夫府 本身不是就有姻亲吗 当初王府上门提亲的时候 也没说要娶大姑娘 还是二姑娘 今儿个世子都把人家姑娘的身子给看了 不管怎么说 都已经夺了人家姑娘的清白 这般让人家姑娘今后怎么活 不妨这般 陛下就做个好事 给二姑娘和宁世子赐个婚 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 太后一副稀释宁人的说道 跪着的苏云锦 眸子骤然一亮 如果可以 如果折死了苏家的颜面 就能让他顺顺利利地嫁给宁玉 那真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他强压下心中的欣喜 忙垂下头 掩住眸子里的狂喜之色 然而 苏云锦方才那一闪而过的欣喜 还是让人给瞧见了 所有人都向他投去鄙夷的眼神 然而这事情是太后这样说了 现如今太后执掌后宫 徐家又在朝堂上横行 就是陛下都不敢公然反驳太后的话 旁人谁敢说一个不字 只是 若真是那般 苏家的大姑娘可就惨了 听说苏家的大姑娘 马上就要年满十四岁了 如果丢了宁王府这一门亲事 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好的人家了 有人惋惜不已的 看了苏木槿一眼 却瞧见苏家的这个大姑娘 直到事情发生到现在 都面色不变 十分沉稳 有人心里就对这个苏家的大姑娘产生了几分好感 暗暗地点了点头 还有一些纹固子弟 垂涎不已地瞧着立在屏风旁边的苏木槿 瞧着她那绝美的容颜 眼睛里绽放出灼热的光芒来 如果苏家的大姑娘没人要了 就只能低价了吧 这样好的容貌 等会儿回府了 一定要跟父亲说说 让她去苏家提亲去 做不了正事 做个小妾也是好的呀 哼 不行 确有人言语激烈地反对 众人诧异地看过去 就瞧见屏风后 走出一个雍容的妇人来 有人认得这妇人 正是兵部尚书家的夫人 楚夫人 无视面色铁青 她出言反对 太后这般又让我那外甥女颜面合存 她毫不畏惧地看向太后 语气十分冰冷 太后娘娘有件事恐怕不太清楚 苏二姑娘早些天因为不知礼数 诅咒姐姐被苏太父强行管教 这些天还关了禁闭 若不是锦儿开口求情 今日苏二姑娘 根本就不可能来参加王妃的寿臣 先前宁王府去求亲的时候 明明早早地说好了 求娶的是我们锦儿 如今订婚已经四载 只等锦儿急急便能嫁入王府 现如今锦儿已经快十四岁了 若是被退了婚 她还有何颜面再谈婚论嫁 太后您只考虑到稀释宁人 可有想到我那可怜的外甥女 今后该如何 众人注意到明明两个都是外甥女 可是楚夫人却亲切地称呼苏家大姑娘为锦儿 可却直接换苏云锦为苏家的二姑娘 看来这个苏云锦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要不然为何自己的旧母都不帮她说一句话 好 好 谢谢大家